NBA季前在开赛再集,扩箭阵容也基本成埃落定,此前安东尼曾在采访中表示,愿意接受剃度出场,这是在雷霆不愿做出的任务。 在得到安东尼的表态之后,如今德安东尼也在谋划全新的布局,一、霍剑又做阵容试验。 根据NBA记者报道,以及多位消息人士透露,霍剑主帅德安东尼强烈倾向于让埃里克戈登进入首发阵容,并召喊梅罗安东尼担任第六人的角色,这一全新的布局可以说颇为大胆。 虽然安东尼同意担任替补,但是在之前的采访中安东尼表示球队中,并没有跟他谈论此事,如今却再次得到记者的爆料,恐怕安东尼替补的事实也越来越清晰了。 现在的火箭相比上个赛季,虽然保持了大部分核心阵容,但是替补球员变化很大,因此要戈登首发。 安东尼打替补的做法,很明显是德帅又开始做阵容试验了。 二、超级第六人角色转变,实际上戈登在火箭一直都是打替补的角色,同时也是火箭的超级第六人,并且还在16-17赛季获得最佳第六人的荣誉。 毫无疑问他替补球星中,戈登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,戈登在火箭服役的两个赛季里,共计出场144次,其中99场比赛,以替补的身份出场。 16-17赛季他替补出战60场,场均16第2分,而第7个篮板,2.5助攻的数据拿到最佳第6人的殊荣。 而第7-18赛季场归赛,戈登数据再次上,战场均得到18分,2.5个篮板,2.2次助攻的表现。 不过戈登的首发出战场,次也有15场提高到了30场,可以说火箭有意让他首发出场了。 毫无疑问,戈登是球队非常重要的替补实力,然而在细决赛场上,当保罗受伤的时候,戈登也一度充当首发的角色。 打主力场均20多分,效率非常高,这次火箭直接让戈登打首发,恐怕能够起到出其不一的效果。 三,得安东尼台兵布阵,又出新张火箭,采用券新的首发阵容,让戈登首发出场。 这就意味着会让安东尼专心去打球队的第六人,这也是得帅排兵布阵的新战术,虽然最终效果如何不得而知,但是也非常值得期待。 如此布局虽然有些让人始料为急,但是相当于在替补阵容当中,给了安东尼更多的个人进攻的机会。 安东尼以替补出场的时候,更能体现出他的价值所在。 火箭全新的排兵布阵,可能会让对手的替补阵容非常吃力。 最大程度的激活,安东尼的价值,恐怕这才是得帅心里最想要的。